漂浮在海上的男子被好心的渔民救下后 失忆的他发现自己的身份很不简单 随着调查的深入 更大的力量逐渐浮出水面 各位看官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看不看电影解说 今天给大家奔上精彩电影 迭影重重系列 在风雨交加的晚上 一艘渔船在地中海上飘荡着 渔民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人 漂浮在水面后 他们好心的将那个人打捞了上来 很快那名男子苏醒了过来 不过他因为失忆并不知道自己是谁 他的身份肯定很不简单 因为渔民在他的身体内 取出了高科技物品 并且通过那个小金属 光投书得到了一个账户 而远在美国的总部内 年轻的下属将他的长官报告说 任务失败了 渔民被救下的男子 我们暂且称呼他为小刚 小刚很快便恢复了体力 但失忆和困惑 让小刚的情绪变得暴躁不安 光投书能体谅他 这天在渔船靠岸后 小刚接过了光投书给他的零用钱 然后踏上了去瑞士的路途 很快小刚到达了瑞士 因为手里的钱不多 到了晚上他不得不被迫睡在公园的长椅上 两位警察走过来劝阻他时 他很轻松地将那两枚 打晕在地 同时将他们的事 很轻松地拆解开来 很显然 小刚的身份非常不简单 中情局的官员遇到了一些麻烦 流亡在外的黑书 描述他们在六个月之内让自己重新躲回 否则的话 他就将中情局 他的事情公之以众 阿强和眼镜叔在餐厅聊天时 他提到 中情局确实曾经派人 派过黑书 当时的行动称之为 踏脚石 他现在对这件事情感到极度担忧 因为当时 他却爱他的特工失去了联系 那名特工如果将这件事情说出去的话 中情局就会非常的被动 身处瑞士的小刚 在仔细查看四周之后 他走进了哥曼赛银行 小刚再将光头书得到的银行账户 告诉天台小姐 并进行身份认证之后 服务人员将一个手提箱交给了他 这时小刚明白 自己原来是美国公民 名叫贾森伯恩 自己过去一直住在巴黎 在那个箱子里还有手 大量的现金 以及各供护照 在伯恩取走现金和护照的同时 他已经被中情局的人盯着了 随后两名警察开始在不远处 紧紧地跟着他 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份 伯恩进入美国驻瑞士大使馆 那儿的气氛很诡异 这让伯恩决定离开 大使馆的人员见状随即开始动手抓他 伯恩先是快速逃脱了眼前的警察 然后又去了楼上 并从窗户攀爬到了墙面上 这样他成功躲过了大批警察的追捕 随后他成功地逃离了大使馆 去到了自己住在巴黎的家 伯恩就能了解更多关于自己的事 想到这些后 他用重金希望贫水相逢的玛丽 开车将自己送到巴黎 生活窘迫的玛丽虽然知道 伯恩是在逃避警察的追捕 但是为了得到这些钱 他还是同意了 为了保住中情局的名声 阿强开始动用所有特工 准备干掉伯恩 处在世界各地的中情局特工 在收到消息之后 立刻开始执行命令 在伯恩和玛丽略显尴尬地 在车上聊天时 中情局已经将伯恩这几天的踪迹 以及玛丽的身份 全都调查了出来 同时也开始全力追捕他们 开车行驶了一段路程后 伯恩和玛丽去到了加油站休息 伯恩敞开心扉地 对玛丽说了最近这几天的经历 和困惑 他们赶到巴黎 并走进了伯恩的家 他们对这栋房子的豪华程度 感到惊叹不已 聪明清明的伯恩 通过拨打最后一通电话 他得知 大家都认为 他已经在两周前的一场车祸当中 去世之后 自称自己是自己的弟弟 处理了所有后事 虽然对自己的过去 有了更多的了解 不过伯恩仍然对自己的身份 充满了困惑 没过多久 迟前特工冲了进来 伯恩凭着矫健的伸手 很快就制服了那名特工 特工背包里的资料 让玛丽感到情绪崩溃 因为他发现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被对方掌握着 那名特工也非常的机灵 他抓住机会破窗逃跑 伯恩心里明白 这个地方绝对不能久待 因为自己和玛丽 随时都有可能被杀掉 想到这 伯恩立刻抱着 情绪不稳定的玛丽 离开了自己的家 伤害伯恩的特工 跳窗逃跑后 当场坠楼 中情局很快知道这件事情 气氛拿强命令 巴黎分局一定要果断地 处理这件事情 不过分局的小美去表示 这件事情并不好处理 因为巴黎警方已经 介入那名特工的死亡了 逃离巴黎成了伯恩的首选 因为天气原因 航班列车全部取消 面对自己的危险处境 伯恩决定查明真相 并了解事情的原味 马力表示他要和伯恩 一起进行调查 此刻他们已经不信任 当警车开过来之后 伯恩开始驾车疯狂逃跑 伯恩的车技非常高超 他先是将车拐进了小巷子 然后又再次将车 开到大道中 这期间警方一再对他 围追堵截 不过就是没办法抓到他 这边流亡海外的黑书 在查看了一句话题之后 他提到 死去的那个人 并不是刺杀他的人 因为他的背部没有重担 原来这一切都是阿强的计谋 他原想借此让黑书认为 并不是中心局的人想刺杀他 不过现在他的计谋 很显然失败 这让阿强感到压力倍增 伯恩和玛丽来到了新的住所 为了更好的演示身份 伯恩帮玛丽剪短了头发 当想到这两天的经历时 两个人很是感慨 随后他们忍不住的 惊热了起来 天亮之后 两个人决定去伯恩曾经住过的宾馆 再找出一些新的线索 而与此同时 特工毫不留情地枪杀黑书 当然这也是阿强的阴谋 他向眼镜书报告说 是伯恩为了完成任务 而杀了黑书 他还向眼镜书保证 他会摆平这件事 玛丽走入酒店之后 他通过前台服务生 很轻易地就拿到了 伯恩入住酒店时的通话记录 随着两个人调查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线索摆在了他们面前 伯恩得知自己过去 一直以凯恩的名字在进行活动 他当时特别想买一艘邮轮 而那个自称是凯恩的人的 在昨天晚上 已经被他所谓的兄弟带走了 黑书前两天曾经看过凯恩的 而这个黑书 也是自己曾经去过的 保安公司的重点客户 黑书是很有名的政治领袖 他在海上曾经遭到过凯恩的 不过当他察觉到情况之后 他冲凯恩打了两个 伯恩和玛丽的住所也暴露了 为了两个人的安全 伯恩拉着玛丽向远处走去 并要求玛丽要始终和他在一起 中情局迟迟抓不到伯恩 这让阿强压力倍增 连眼镜术也开始不断地责问他 为了摆脱自己的窘境 阿强开始动用更多的力量 去找伯恩和玛丽 为了逃避中情局的 玛丽带着伯恩到他的前夫艾蒙家 几个人相处的还算友好 这样伯恩爱上了这种平静的生活 他不想再知道自己是谁了 第二天 艾蒙家的狗突然不见了 伯恩立刻意识到 危险已经到来 他随即让艾蒙和他的家人 全部都躲在地价室 随后伯恩开始疯狂逃跑 他知道这样做 肯定会跟过来 果然 静静地盯着他不放 伯恩抓住机会在野地里 接伤了什么 随后他从 口中知道了更多的线索 虽然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身份 但伯恩知道 对方肯定还会派人 继续 伯恩让艾蒙带着玛丽离开 他要自己亲自了结这件事 伯恩用X的手机给阿强打去了电话 他约阿强下午五点半 在新桥见面 阿强见伯恩已经摊牌 他不敢怠慢 随即坐飞机 赶到了巴黎 并准时来到了新桥上 当然他的周围 也已经安排了很多特工 在察觉到 阿强并不是一个人来到桥上时 伯恩决定不去见阿强 并随手将跟踪器 放在了中情局特工们的车上 阿强觉得 应该和伯恩疏死一搏 他命令小美 毁掉所有的资料 同时动用另一名X 准备接受伯恩 伯恩非等闲之辈 他早已经察觉了阿强的阴谋 机敏的他 跟随着阿强 来到了中情局 在巴黎的总部 并进入到了屋内 见到了阿强 通过对话 伯恩明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知道了自己 原来是一名中情局特工 当时阿强让他X黑书 并将罪名嫁祸给黑书的随从 当伯恩准备X黑书时 却因为看到黑书可爱的X 而不忍下手了 随后黑书X打上了伯恩 伯恩掉下了船 并飘到了大海里 这时他也回想起了原来的事 伯恩要求阿强 不要再X自己 同时自己和他的恩怨 一笔勾销 在打败阿强的几个手下之后 他走出了那栋房子 严禁书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为了保住中情局的名声 他派凑公刺了阿强 踏脚师计划也随即终止 风和日丽的这一天 伯恩找到分别很久的玛丽之后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这部电影通过巧妙的构思 让隐藏的情节逐步展开 这样观众在观影时会大呼过瘾 精彩的动作画面 以及男女主人公流露出的真情 扬之部电影锦上添花 好了 电影结束了 但伯恩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如果各位看观喜欢 欢迎关注 爱看不看电影解说 我们将每天为大家带来一部 精彩电影解说 期待下次再见